今天我们要让对称轴随息变换 我们就点一下上方 这里有一个按钮工具 这边显示出 这边输入标签文字出题 那接着这里要写程式码 那如果你是Joachiba的初学者 这一段程式码呢 你就可以直接先复制贴上 可以先不用管它 那如果你今天呢 已经学了一阵子 你就可以跟着尝试来理解一下 那首先呢 我们的指令 都是用一个英文字母 加上一对原括号过程 原括号里面呢 可以用do点把它隔开 这指令叫设定数值 前面输入要设定的点 我现在这条红色线呢 是被e点跟f点所控制 好 所以呢 我现在呢 先来设一个e 跟设一个f 好 那这里呢 哎呀 这边就要留意咯 我在括号里面 还有括号 那这边呢 有个逗点 是因为这坐标 里面有两个x跟y 我在前面的部分呢 就打一个随机 randon 好那这边呢 我输入数字 例如说我现在就让这个随机数呢 从这个4 然后呢到8 随便挑一个当作我的x 接下来再来随机输入另外一个 好 y的话呢 就从2到8 接着要留意一下括号的部分 这两个原刮配一组的 然后前后原刮配一组 好 所以这样子呢就完成一个指令 把这段复制 再贴到下面 好 接着呢按一下确定 在这时候点一下出题 我的这个e跟f呢 就会动来动去 它动的范围呢 就像我们刚刚指令的x从4到8 y呢 从这个 y从-1到8 就会在这边移动 对 所以这样子呢 就做出了一个随机出题的效果 有没有觉得非常简单呢 那下一小节 我们要做的就是用个勾选框 这样这个东西也可以藏起来